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感谢主 马上就要过年了 今天已经来到除夕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求主祝福你 让你有一个很好的除夕大的团圆 如果你刚好还是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 感谢神上帝也同在 我们有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今天我们要读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热住他的舌头反吸红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亲节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父在患难中的孤儿寡父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虔诚 这个虔诚或者是用虔诚 那弟兄姐妹 当然虔诚有一个他的态度跟表达 但是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外面 更重要的是里面 因为人看人是看外面 可是神却是看人的内心 一个真实内底虔诚的人 他的生活至少有三件事 在两个书里面讲的 这三件事情就证明 他是一个真正的虔诚的敬虔的人 虔诚的人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一个乐住舌头的人 这是虔诚的第一个记 我们都知道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这个真言书 第十章讲的 但是我们却很容易 很容易就是眼不及翼 说了很多我们不该说的话 然后一个活在神面前 他的舌头是受过割离的 他的舌头是被圣灵所管制的 那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你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说只不能凭自己说什么 只不能凭自己做什么 弟兄姐妹 耶稣难道会说错话吗 不会 他不会说错话 但是他仍旧是受到一个限制 就是神要他说的 他才说 圣灵对他的感动 他才讲出来 因为他在地上 他来做人 他来做人 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 可是他来到地上做人 他就代表我们人 我们人应该怎样呢 弟兄姐妹 就是顺从圣灵在你心中 所有的带领 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在一群人当中 言不及议的时候 其实圣灵就会告诉你说 你不要再讲 可是我们就是再继续的讲下去 那弟兄姐妹 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当别人在也不及议 所以他批评论断的时候 那弟兄姐妹 我们的耳朵耳 就很喜欢听这样的话 那这就都是有问题的 求主保守我们 你知道这些话进到里面 也许现在不会影响你 可是你要知道 圣经说你心中所充满的 就会空里就会说出来 所以求主保守我们 那些闲言闲语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去听 我们不要去听 刚我们的 跟我们 真正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 我们不要好奇的去想要知道 弟兄姐妹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一直要以神为我们的喜乐 那你越多的领受上帝的话 你的心就越被解禁 那除了勒住舌头 第二件事 就是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那弟兄姐妹 今天 这个在那个时代 在耶稣的时代 最可怜的就是两种 一个就是孤儿 一个就是寡妇 因为一个女孩子 她小的时候 她就是靠父亲 所以孤儿就是无依无靠 等到这个女孩子长大以后 她出嫁 她就靠谁呢 就靠丈夫 那丈夫没有了 那就变成寡妇 那所以寡妇也没有 就是没有所依靠的 那孤儿寡妇就是无依无靠的人 那弟兄姐妹 这样的人是我们要去看顾 那今天呢 我们用今天的话讲述说 那些弱势的人 是我们需要去帮助去看顾他们的 看顾他们的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那这个神看顾他们 那当我们愿意 这个 花一点时间 付出一点代价 来关怀他们的时候 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喜乐 因为我们的神在那边宣告说 他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 在圣所做寡妇的生冤者 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虔诚 乃是与天父的心相连结的 那看顾圆文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访问 那就是一种主动的关怀 主动的关怀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旁边 我们要看见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也许在过年的当中 打一个电话给一些 比如说单身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没有办法回家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都伸出我们的元首 主动的关怀他们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敬虔的人的 一个第二种的表现 第三个就是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那世俗代表世界一切邪恶的风俗 情欲潮流 以及抵挡神的人事物 那不沾染的意思 就是过着一个分别为胜的生活 保罗曾经指出 他说淫乱病一切的污秽或者贪婪 在你们中间 连其都不可 方和圣徒的系统 那弟兄姐妹 连说都不可以 那就更不要讲说要沾染 因为弟兄姐妹 保罗的意思是说 我们圣徒 我们是被分别为圣 所以对我们的身份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非常尊贵 也是非常神圣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保罗 在别的书信里面 他有讲 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近前 凡事都有益处 所以弟兄姐妹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真正要过一个 有近前的生活的人 那弟兄姐妹 近前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热住舌头 第二个在看护 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第三个 保守自己 不沾染四处 所以弟兄姐妹 小心 当你上网的时候 或者你在看你的手机的时候 常常都会有不对的东西进来 那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不要去沾染他 弟兄姐妹 沾染了你就会受到他的玷污 弟兄姐妹有一些留言 或者是埋怨的话 或者是批评论断的话 弟兄姐妹 不要去接近他 因为他会沾染你的心灵 求主祝福你 祝福你 让你预备你的心 来迎接上帝 要给你美好的假期 记得我们要在假期当中 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努力面 祝与你同在 阿们